哈喽城市场现场 我们今天来实拍长安的瑞城plus 那这台车也应该上来说是瑞城cc的一个中期改款 但是你也知道最近国家品牌是卷得厉害 都是以这种换代的标准来对待中期改款 我觉得这对消息者来说肯定也是一件好事 那从瑞城cc到瑞城plus呢 其实长安的产品系列要更加的清晰了 那整个plus系列呢 在消息者那边也有着比较高的认同度 其实在最早瑞城cc出来的时候是受过一些非议 主要的原因是它整个前连长得太像了XR4 而最近几年随着长安设计水平的重新回归 让这台车我觉得外观来说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认可它的 瑞城plus的外观设计呢 我觉得是改头换面了 整个前脸是用了最近比较流行的风格 把它淡化了中网的概念 而是用这种整体的设计来凸显它的一个运动感和科技感 然后它中网这里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同时两侧大灯非常的狭长 像是它中网整体的一个延伸 整台车呢在前杠两侧又这种三角形的 带有镀隔装饰的这种很运动的设计 所以这台车的前脸设计 整个的风格和长安的UNI系列非常的相似 作为中期改款呢 这台车它的侧面白色色没有什么变化 轴距还是2770毫米呢 它有一些小的新的设计 包括它有一个新造型的轮毂 这台高配车型是用到了18英寸 不过轮胎还是用的朝阳轮胎 相对比较的买菜 然后整个的外观用了一个新的颜色 在灰色当中会体现一些淡紫色 我觉得还很漂亮 车尾的变化幅度呢 相比前脸来说要小一些 它的尾灯组的轮廓还是这样 不过它内部的发光样式是进行了改变 也是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 然后它的排罩框是挪到了后杠桩和 一龙plus来进行了统一 按下这里的按键呢 就可以打开它的后备箱了 其实这台车后备箱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大 算是一个大号的紧凑型车 所以它尾箱近身是比较深的 再说一个优点和槽点 这台车它的尾箱这里 进行了一个很完整的包袱 所以不用担心行李被磕到 不过它的后排座椅是固定死的 并不支持四六的比例放导 热成plus的内饰呢 还是延续了异动plus的风格 它是以这种双联屏的布置来展开 整个的内饰我觉得还是挺有科技感的 包括它联屏的设计 包括这些触控的按键和这个 带有一个分割线的电子的挡霸 同时这也是一个双层的双通道的设计 相比起异动plus呢 我觉得瑞成plus整个的内饰的用料 还是明显要更好一些 用了更多的软质材料的来包袱 毕竟它的定位要更高一些 然后它前排的座椅 也是延续了长安的风格 别看它的造型是很运动 这种一体式的座椅 但是它海绵很软 做的还是很舒服的 另外这台高配的瑞成plus 前面挖了一个很大的草 它用了一个应该是面积挺大的 HUD的台头显示 然后整个内饰的配色也是 比较少的在长安车型上有出现过 因为之前要么是红黑内饰 要么是游艇蓝 反而这种比较素雅的灰黑的配色 还是我觉得看上去挺高级的 瑞成plus的后排 我觉得和我想象中瑞成cc的样子 还是很接近的 海绵非常的柔软 然后整个腿部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然后这台高配车型 这里也有一个尺寸还算OK的全体填长 所以整个后排的乘坐体验 还是相当不错的 再来说说这款高配车型的配置 我们所见即所得 这里有一个两边都有的后排空间出风口 下面会有一个小的c口电源 和一个小的储物格这里中央扶手拉开 会是一个标准的两侧的杯架 动力方面 因为这台展车还没有公开它的发动机舱 所以我们就坐在这儿简单来聊一聊 那瑞成plus呢 很大概率还是会搭载长安的那台 蓝金N1的1.25T发动机 输出188马力300牛米 其实这台发动机 我们在这些很多长安车型上已经试驾过了 动力表现确实很不错 但是它的发动机噪音还是稍微有点大 不知道在这台瑞成plus上会是一个怎样的表现 这台瑞成plus呢 也让我想到了最近改款的合资品牌的家教 上汽大众的朗逸 那确实合资品牌做改款 各种的约束很大 调查方框很多 所以就完全不能有越级的情况出现 而相比之下 咱们中国品牌在这方面的自由度就高了很多 我觉得这也是最近一些年 中国品牌进步很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再说回这台长安的瑞成plus 我觉得它这次改款 更多地方还是在它外观内饰的形象上 它现在要更加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 OK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有关程度生产更多的新说报道 请您持续的关注 四季的做游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